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惟惟 今天是12月24號 今天有個特別的角色 大家看到了嗎 有一個路 會來我們的島上 打開遊戲 西式會戴聖誕帽 今晚是平安夜了 然後他說他已經看到 背著禮物帶的人到島上來了 那如果看到他的話 要試著跟他要個禮物 怎麼樣 沒有問題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所以我馬上就去島上 看看今天來的角色 那如果大家在今天打開動森的話 會聽到今天的配樂 蠻特別的 這種聖誕感覺的音樂 我就覺得很用心 為了聖誕節特別做了配樂 那我們看到了他 大家都戴了聖誕帽耶 我們看到這叫靈靈鹿 祝我們聖誕快樂 聖誕老人交代他 要送禮物給所有的孩子 他帶了禮物 但是忘了帶包裝紙 所以 他讓我們做包裝紙 他給我們包裝紙的方程式 讓我們做三張包裝紙 為什麼這兩個人唱歌唱不一樣的歌啊 為什麼這樣 那我們就來打造包裝紙 包裝紙的話需要 紅色裝飾品一個 藍色裝飾品一個 還有金色裝飾品一個 要怎麼樣獲得這些裝飾品 我之前在有錄影片 分享怎麼樣拿到無限多的裝飾品 歡迎大家去看 那我們就用我拿到這些 裝飾品來做包裝紙 那就做三份就好了 做好包裝紙以後 再去找靈靈鹿講話 那就給他吧 他就送我們聖誕節 壁掛式襪子 然後給我們一個任務說 我在這個島上很受歡迎 要幫他什麼事呢 幫他發禮物 所以我們就拿到一個禮物包 好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來發禮物喔 每個人都有 你就跟你的島民講話 是禮物喔 接下來就是要跟每個島民禮物 他有給我回禮嗎 好棒 他有給我回禮嗎 好棒 趙薇丸給我禮物 魏維正太老人謝謝你 好的 接下來查查完 查查完超可愛的 是禮物喔 然後給你的禮物 好的 阿 張莉娜 超可愛的張莉娜 不屑不屑不屑 那接下來 愛麗絲 愛麗絲臉被遮到了 阿 恩 清風 咦 有給我 阿 恩 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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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臉被遮到了 愛麗絲算我新的島民 那我最新的島民是他 回鍋的毛海兒 我超愛毛海兒的 之前他在我的島過 那我後來刷島民的時候 又看到他把他刷回來了 我跟他好到什麼情況 我生日的時候他有幫我過生日 皮羅在家裡面 不會再做DIY吧 沒有 他在發懶 禮物啊給你的禮物 沾沾在家裡面嗎 沾沾在睡覺 來拿禮物了啦 沾沾超可愛的 我島民都超可愛的 然後茵茵也在家裡面 來找茵茵 結果又進來一次 先不要做 先來拿禮物 茵茵戴帽子超可愛的 他臉很小 戴什麼帽子都很可愛 哈哈哈哈 他要送給我什麼 哇 不錯 好啊 秘密喔 還有番茄醬 在家嗎 番茄醬在家 番茄醬來拿禮物囉 給你禮物 給你禮物 可以當然可以 然後還有小楓 住在這邊 有一個是愛麗絲的房子 那這個應該是小楓的房子 應該是最後一個禮物了 我在送禮物之前喔 事實上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禮物袋 像這樣 你可以 打開你的袋子 然後看一下這個禮物袋 可以選 看裡面 現在就剩下 給小楓的禮物了 那如果 你還沒有送 所有人的禮物 他會說還有十份禮物 還有九份禮物 那現在只剩下 小楓的禮物了 所以我就把最後的禮物 送給小楓 阿楓 小楓要送給我禮物 好的,這樣我們十個居民的禮物都送完了 我們回去找00路 已經完成了 他就要把禮物帶搜走了 發完禮物,你的禮物帶就會不見 然後他會給我們謝禮 他給我們一個方程式 還有一個聖誕雪橇 他下次來的時候是明年的平安夜了 所以00路給我的DIY是 禮物堆的DIY 學會禮物堆的方程式 然後張丸丸給我的禮物是 遙控直升機 茵茵給我的禮物是 狗狗玩偶 小楓給我什麼 立體繪本 這些都是我們之前有開放我老婆的島嶼 讓大家來摸家具的一些 家具、一些道具 那如果你要做這個禮物堆 就是剛才00路給你的DIY的話 你需要紅色的包裝紙 然後積木玩具跟紙箱 那我來看一下我的商店有沒有賣紅色的包裝紙 結果我的商店今天 剛好有賣紅色的包裝紙 所以如果你的商店剛好沒有賣紅色的包裝紙的話 你可以過一天或是過兩天 就每天過來看有沒有賣 那聖誕節這一天 你還可以跟你的居民交換禮物 我準備了這些禮物 剛好10個禮物 給我的島民 我把它收起來 有這個白鐵機器人 有可愛床鋪 還有好多好多遙控直升機 我特別放在這邊 買來給我的島民 它交給我快樂的聖誕 你也可以發送禮物給你的島民 不過更好的是 你可以把這些禮物包起來 比方說我用紅色的包裝紙 來包裝遙控直升機 這樣子 聖誕節要隆重一點 好了 我都包裝好了 我要來送禮了 毛海兒 你第一個喔 他想跟我交換禮物 我已經準備好了 隨便給你一個喔 遙控直升機 你得到了 好的 唱不同歌的雙人組 好啊 當然要跟你交換 他的禮物包含幹勁跟潛力 那就是 遙控直升機嗎 狗狗丸 香丸丸剛才已經給我禮物了 不曉得還會不會交換禮物 還可以交換禮物 還可以交換禮物 就如果已經給你禮物的 居民還會跟你交換禮物 我要給你 這個 遙控直升機 恭喜你 好的 好啊 張娃娃跟茶茶玩 聖誕快樂 可以露滅了 跟你交換禮物 來交換禮物吧 給你一個 這個 我都準備遙控直升機 好的 當然我在等你給我東西 好溫暖的遊戲 貓海的唱歌 張莉娜 剛才還在這附近呢 跑哪去了 在這 來交換禮物吧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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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想要給張莉娜 可愛床鋪的 給錯了 沒關係啦 可以嗎 張莉娜的房子 本來就很可愛 好可愛床鋪 不錯啊 配合你 接下來下一站是皮耶羅 來了來了交換禮物 哈哈哈哈 看那個樣子 要不要跟皮耶羅聖誕老人 交換禮物 一定要啊 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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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鐵機器人 恭喜你 一個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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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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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去音音家 音音跑出來了嗎 沒有 再加再加 來交換禮物不要坐 如果他坐在椅子上的話 就沒辦法跟他交換禮物 就可能要先出去再回來 他才會從椅子上跳下來 不要等很久欸 音音的話是這個 立體繪本恭喜 跟居民交換禮物快樂 沒有遺憾了 聖誕快樂 番茄醬我來了 嗯 交換禮物吧 擋住了 我擋住他的臉了 最後兩個喔 可以啊 可以啊 得到機器人 我買了不同顏色的表解機器人 我去遊戲做的真的超用心的 每個人的對話都不一樣 最後是小楓家 我來的小楓 我來的小楓 交換禮物喔 這個是小楓的禮物 嗯 跟居民交換完禮物以後 我回到我的房間喔 聖誕節喔 我也佈置得像這樣子 有聖誕節的感覺 那我來看一下居民給我的禮物 這個是 毛海兒的禮物 他給我一個 迷你賽車場 查查丸給我一個 兒童帳篷 張丸丸呢 恐龍玩具 鷹鷹給我 娃娃屋 番茄醬給我 遙控直升機 小楓 給我一個恐龍玩具 應該是不同顏色的恐龍玩具 皮耶羅給我一個 迷你賽車場 沾沾 給我兒童帳篷 張丸娜給我一個 白鐵機器人 愛麗絲給我一個 娃娃屋 那在結束今天的 遊戲之前呢 就是如果你是 244號今天在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可以把 剛才 林林露給我們的東西 來裝飾一下 比方說他給我們一個 聖誕雪橇 我裝飾在這邊 有聖誕節的感覺 然後他給我們一個襪子 我掛在這邊 這個聖誕節壁掛式襪子 大家要記得喔 今天一定要把這個襪子掛在牆上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這樣子 就是你有一個 掛一個襪子在牆上 或者掛在床旁邊 聖誕老人就會把禮物放到 這個襪子裡面 這遊戲也是一樣 隔天 12月25號 你來這邊 你就會發現 襪子裡面有禮物 那我們現在快轉到25號 然後隔一天 25號的早上 我就來這個地方 看看我的襪子裡面 有沒有禮物 我按A 結果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真的裝了一個禮物 00路的照片 要來把照片擺在這邊 這樣子 這樣就有00路的照片了 那我也用一些軟木材 來製作積木玩具 那接下來我就用 紅色包裝紙 積木玩具 跟紙箱 來做禮物堆 那來把禮物堆放在這邊好了 哇 這樣子我們聖誕節就 完美了 那這就是聖誕節活動的 動物生日會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未為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